视线再来聚焦西班牙马德里 近日马德里华裔男子张先生被劫匪入室抢劫 并且殴打致死案有了最新的进展 遇害华商的妻子在精神好转之后 首次向警方还原了案发现场的情况 他说可以确定蒙面劫匪一共有四个人 在案发当天凌晨撬开后门窗户进入到了他家别墅 当晚房间里包括他和丈夫两个孩子还有佣人 一共是五个人在家 他们被劫匪拖拽到了客厅 随后遭到了捆绑威胁还有殴打 逼他们供出钱财放在那里 最终他的丈夫的头部遭遇了非常致命的一击 邻居报警之后受害人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救治 但是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亡 事发后中国驻西班牙使馆领事部 已经与当地警方取得联系 正在密切跟踪案件的进展 并将全力向家属提供协助 警方取得 被执案件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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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执案件市场合部 感谢观看